请收看 大家来学艺经 各位三星大德 现实同修 大家好 欢迎收看 大家来学艺经 大家来学艺经 师父开始说 艺经的哲理就是包容宇宙三千大千事件 这里面其实涵盖了八万四千个法门 只是我们一般的凡人不知道其中的道理 其中的奥秘 而没有深入去了解 造成一般大家的大猜疑 所以甚至还有人各自自立门户 互相在争执自己的意见 这实在是非常的可惜 在我们的维新圣教艺经大学 长年以来已经有四十二处的道场 还有就是上百处的教室 每个道场每个教室都是跟随的师父以及老祖师尊 来共转世界和平法轮 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而新逢现在又是很多新班在开课 为了让更多的人来接法 来上我们意经的大智慧的课程 可以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进一步还可以帮助他人 所以很难得哦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我们湖内道场以及钢山道场的主持 圆礼法师 圆礼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雅琪师姐 阿弥陀佛 各位三十四大众 阿弥陀佛 我们知道圆礼法师跟随师父是很久很久了 所以说在钢山道场跟湖内道场一直都在为信众服务 而且在当地也为很多信众消灾解恶 我想这就是你入我们中门这么多年来 也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我想这是功德无量 但是他是非常辛苦的 主要我们湖内道场 钢山道场 或者是各处的道场都是为信众来解疑 才发觉到心中真的是沙坡世界所谓的 口味料 口味刷 是 是 是 我喜怒哀乐 贫富贵贱 你怎么样去走你的人生 一定要用我们中华文化道统一经与风水 以及我们鲁士道百家思想 让他只以一条迷津能够离苦得乐 是 是 而这个迷津除了说要指引 那大家可以来问世之外 最重要就是说 师父说 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 因为你自己要懂得我们一经的大道理 而这个道理可以说 智慧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 所以为什么师父要开辟这个 大家来学一经 大家来学一经 最重要就是说 如果大家都能够知道一经的道理 不管是我们的一经占谱 或者是风水 甚至一些如是道的这些佛法 我相信可以达到迷洋两立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 远离法师有很多开课的经验 很多服务信众的这些的心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老子师尊 祝我菩萨很慈悲 21世纪以来开这个 我们中华文化道童一经风水 就是指引大家一条的迷津 老子的八句真言 其中就是大家来学一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 大家来学一经 我们公司客户五七星 就位于我们的依规 最后是大家来学一经 国家社会建太平 你修行上也是一样 大家来学一经的时候 你修行道上可见性 这个就是我们为人处事一个准则 才不会造成在社会上动荡不安 那么我们其实一经风水的课程 其实不会很难 很简单 是了解自己 最主要是要了解自己的轨迹 轨道 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你刚还没进门的时候 你可以来到场 各分市到场来寝室 让你指点一点迷津 最后也是要自己 也就是说自己每一件事情 遇到的时候 你自己学才能够了解 才能够趋吉避凶 没错 如果不了解的地方 我们可以请教我们的法师 我们住址等等帮你解决 才会造成遗憾的人生 是 所以说很多人当初就是来问世的 来解疑的 可是真的得到有很大的改善了以后 他说老师 我也是要来教育金 现在机会来了 尤其就是说在我们的岗山地区 高雄地区 燕鑿 还有就是南鸭 反正就是在这个地方 岗山的道场现在要开课了 那我想请原理法师跟我们大家报告一下 现在岗山道场要开课的时间 我们岗山道场是目前 维新盛教禅西山新 我是岗山道场 疫情风水学 我们是初级的初级师班 105年的11月2号 礼拜三早上9点到12点 广度社会悬打人士 一些退休的军工教人士 一起来研究中华文化道统疫情风水 能够增长我们的智慧 能够身体健康 那么最近我们也是透过了 除了我们微信电视台转播以外 我们地方的电视台 来转播我们这个开课的信息 包括岗山地区 确定湖内陆组 燕藻 阿连 还有南指左营地区 都有在电视上跑马灯来 跑马灯来显示 希望有人看到大众一起来 学习东华文化道统疫情风水的庙法 能够趋势命凶 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 进而帮助别人 是 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园里法师 是钢山道场还有湖内道场的主持 是这么的有心 也就是传播宣导大家赶快来学艺经 那我知道就是说你在十一月二号 礼拜三有上课是不是 对 这个课程可以让我们看 好像有两天的时间是不是 我们学习这个 我们十一月二号开课 礼拜三我们所教的方向 有益经还有风水学 是 也许我们的卢士道百家思想 是 包括我们一些 我们老子师尊所开示的 《鬼谷宣誓天则经》 所以主要我们要学这个法 我们智慧一开 是 我们学习这个庙法 就会很容易弃路 是 你弃路的时候 你就不会学习益经风水很难 其实疫情风水是我们的生活化 简单化没有很复杂 只要你了解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很容易进入状况 能够 最起码能够自己能够有所谐所动 是 保护自己 是 那你不用想到这么困难 你当天来上课 你就可以学到一些面法会去 改善家里了 所以说其实就是 你现在学到家里马上就开始 已经是在改善了 而且越来越顺利 所以在这里 远离法师开课的时间 亚琪来这里跟各位做个报告 无论就是刚三道场 开课的时间 就是在初级第十班 初级第十班 十班 那就是11月的2号 礼拜三 那就是早上的9点到12点 拜三的在期是9点到12点 那你每个星期 礼拜三的9点到12点 就是从11月2号开始了 你现在可以打电话来询问 来报名了 另外还有一个晚上已经开班了 就是9月19号的礼拜一的晚上的课程 就是7点到10点 那虽然是已经开班了 但是在四个月之内都可以来报名 报名的电话就是07621-4385 07621-4385 我们都有师兄师姐在这个地方做服务 对 那为什么你想要开的是早上的班呢 因为我们一些先打人士 到场也是遵照师傅所开设 一定要充分的利用 无论是晚班或白天班 能够开更多的课程广度有缘 因为老祖师尊一直在指示 大家的烦恼是特别多的 在沙坡世界最起码八万四千种的烦恼 只有八万四千种庙法 是 对啊 你就来两天你来学 你两天了解你的烦恼是特别的 是 因为有的人是退休的人 或是说已经在社会上工作尹满的 或者是说你在白天晚上上班 白天可以来学习 是 学习中华文化道统 预计风水 最起码我们自己能够保护自己 是 能够自己能够做自己的贵人 是 有时候刚开始你的烦恼 你会去请神问福 帮助车帮你到三天 是 其实你学后就是自己是几年了 他们就能够自己怎么去走 是 才不会走到烟恼路 是 这是我们要广度有缘的 一个基本的原因之一 没错 所以在这里跟我们的信众大德 还有你想要来上课的这些 闲事朋友们 我们知道就是说 刚山道场其实它有四楼 五楼 六楼 那四楼跟六楼就是我们上初级班 或者是正期班的课程 但是还有一个假日班的课程 也是在我们的四楼上课 所以五楼就是我们公司老祖殿是不是 对 我们五楼 五楼是供奉王产老祖 还有中华三祖 先人皇帝祖 深龙元帝祖 九里七楼地祖 我们来到刚山任何的道场 福利道场也好 刚山道场也好 或者其他道场 我们一定要先礼佛 尊敬我们王产老祖 这个大智慧 仰仗 知我菩萨老祖师尊 加持忽佑 那么四楼部分 也有我们的初级班 还有正级班 六楼的部分也有初级班 正级班 都是看实际因缘而定 人数的座位的而定 最主要也是非常感谢 我们刚山道场 我们的王美丽师姐 他的部师 他每一层楼都将近八十瓶 三个层楼将近两百四十瓶 但是非常大的活动空间 而且可以利用假日 我们一起来听书 每个礼拜天 第四个礼拜天 已经事务所开示的金刚金 也是佛法的一种 有时我们六楼的时候 也是电视台播放 事务所开示为新天下事 都可以随时来接触这个佛法 接触老祖的庙法 是 所以我们欢迎信众 就是在刚刚我们的 园女法师提到的时间 你都可以来共修的 而且也就是说 老祖殿也欢迎我们的信众大德 来家参拜王产老祖师尊 你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定义来请示我们的园女法师 他会一一帮你的这样子 像剥洋葱这样抽丝剥紧的 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了 但是最希望的就是说 大家来学习妙法 所以上课的时间 你不要忘记了 就是初级时班 在十一月二号礼拜三 刚三道场的早上 九点到十二点 要开始上课了 那如果你想上晚上的呢 就是九月十九号 礼拜一七点到十点的晚上 你的报名电话 或者是你的询问电话 你可以打零七六二一四三八五 零七六二一四三八五 空气六二一四三八五 你如果看到 你自己就没时间 还是说 这位生命人的上课很好 那你就请他赶快来报名 法师可以试听吗 可以 可以 一句可以试听 刚开始你不了解的话 你应该去试听 我相信大部分都试听过了 都对他非常的 切身的关系 几乎试听了以后 他们都会来上课 因为这个法是大众所需要的 也是王产老子师尊 五千年来所传的 七千年文化道统中华 文化道统一经与风水 是能人所需要的 大家平安的顺势 的健康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刚才道场原理法师 上课的方法就是说 我们因为有一经风水 就是一经的占卜风水 还有如数道的 这个百家思想的佛法 是怎么样来分配 我们第一节课 我们在按照师证的开示 一定要先讲解 我们的文化道统 中华文化道统 出所开示的 我们硅谷先世 天的经的庙法 启发大家的智慧 大概大概是二十分钟左右 里面有如四道的庙法 佛法的庙法都在里面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意经的教学 是 从基础的 前队 李正讯坎 耿坤等等 交给各位 来了解到 意经里面的生活化 使用性 现实性 是 那么第二节课 我们就讲解到 风水学 一个住家 左青龙 右白虎 它的中间的问题 甚至外在的环境 这是比较深厘层的 就是我们的 湾头旅气 甚至也更研究一点的 我们就了解到 谈到择日学 甚至我们 有的人喜欢 省市行工学 最后 我们也会教 省市行工学 给大家能够了解 这个法的奥妙 这就是王产老子 大使大碑 所传的妙法 我会毫无保留的 会传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平安 社会平安 国家能够平安 大家身体能够健康顺利 是 所以说在上课的时候 不管说 家里的公妈的问题 小孩的问题 家庭事业的问题 夫妻相处的问题 或者就是健康上的问题 上课的时候 都可以发问一下吗 对 我们可以利用 当然上课我们按照进度 确实你有需要的话 可以上课可以提问 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就好像我们这一次 9月19号开课 有位师姐住在 也是在路亚忍武区 我讲到说白五王头 大家想到说 你的右手边 我们家庭门国右手边 是白五王头 要想到他的住家是三楼半 结果他的左边就是五楼 还有右前方是七楼 比我们高多了 那按照我们的风水学来说 先天八卦以后天八卦 先天为体 后天为用 会影响到我们的社界 是 他这段时间来搬进去以后 身体的事业非常的不顺利 然后我说 然后书所开示的洋载风水学庙法 你就回去把它改一改就可以了 自己动一动 他就非常的高兴 再持续的来这里上课 是 感谢老子师尊之后福沙的护用 是 所以只要你懂得 你知道说原来就是这样 这洋载风水不如法米国在这里 对 这个米国 我们这样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对 所以我们知道 原理法师真的非常的有心 每个礼拜的礼拜一到礼拜六 早上的八点到十二点 就是有很多信众学员都可以来问世 对 让一些解决人生活上的遗难 你的事业 你的身体的健康 家里的印度 公司的营运状况 就像最近有一个信众 也是在中国大陆温州 他做了眼镜公司 他找去一个工厂 结果我们就帮他找了十几千 最后在我们昨天晚上 今天昨天晚上9月19号 昨天9月19号 找凌晨占卦 当然我们公宋 公住关系武萨圣赞 然后来 江青泽点多 帮他占卦 卦占卦卦是非常好 雷地域的卦 里面有双财双库 应该是来经营的话 就可以能够赚钱 平安 最重要的呼吁 老子师孙所开示的 大家来 那个万家工厂万家村 是 我们工厂引力顺利 无论你是十位员工 一百位员工 一千位员工 一万一员工 就是那么多的家庭 影响到 如果好的话 家庭社会就稳定下来 如果一百位 一千位员工 他们有工作做 就造成社会国家动荡 所以这是老祖的大慈大悲 老祖希望大家都有饭吃 而且这些工厂公司的大老板 真的也很辛苦 有百位以上的员工 你可以让这么多人大家有饭吃 功德一见 对 所以老祖会一直帮助你说 要把你的事业做得更好 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一定有很多人问说 好 爸 法师 那我来上课 我两年之内我可以学到什么 最起码两年 我们第一个也是一样 疫情风水 还有我们的百家思想 最起码有些事情 最起码我们可以调整 最起码我们可以沾卦 沾病求医我们知道方向 或者是我们可以往国外去流血 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用很简单可以了解 就不会很深入 以前是这样茫茫的草草了解 那么最起码我们自己会占卜 知己胸 也知道风水学 家里的哪个地方风水学 不如我也可以动手去做DIY去做 非常的简单 两年之间最起码能够保护自己 不伤害到别人 然后有一些佛法 有一些因为我们的思想思维的因素 人家经过佛法的熏陶 让你的智慧能够潮营 加上你的疫情风水的话 我相信你的人生会慢慢步入成功的一步 是 是 所以大家听到这样子 是不是很心动 维心圣教是一个利他的法门 当你来学习疫情风水妙法 你可以不只可以保护自己 还可以帮助他人 那进一步还可以帮助更多更多的人 所以说当初我们提到就说 我们法师上课的理念 《纵事易经》 《占卜》还有风水 还有诵经 为什么诵经是这么的重要 也在我们三宝之内呢 对 诵经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有时候我们挂钻出来 老祖师孙所开示的 命无命可论 因言果报 是 你今天为什么那么不顺利 有时候是洋宅风水学以外 有时候是因为你的过去生 所做的可能一些 不知道造成了一些 灵界的伤害 他会来寻求 那么你用益占出来知道了以后 我们就用诵经的方式 或者是我们课分室到场 或者我们的水路法会帮他操作 让他能够离开 然后会帮助你 竟然做你的副法 才帮助你的事业顺利 有时候从益经里面可以来了解 像前一次那些师姐 那个小朋友在高雄大学 因为身体说晚上起来的话 他看到一些不好的一个东西 其实他是跑到海边去 跟着回来 然后到高山道长 我帮他说一说 我记得很好 所以说这就是妙法 你不晓得他为什么会突然发烧 或者是一个精神仿佛 我有从疫情里面 大家的了解 然后我还告诉他 有时候跟你回来的话 跟你有缘 所以要能够公送 最起码要公送王产老祖三季 三十六遍回向给他 他应该会欢喜心愁 是的 所以说其实有病看医生 这是应该的 但是有些医生到现在也说 奇怪有些病我们看不好 但是他又没有病因 这就是表示 这个法界灵界 他想要找到医归了 对 所以我们就要送经回向给他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在这里 再来呼吁一下 我们就是湖内道场的住持 以及岗山道场的住持 原理法师 在初级时班 岗山的初级时班 要开课了 就是十一月二号 礼拜三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 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 这是礼拜三的课程 如果说礼拜一的课程 就是九月十九号 虽然已经开班了 但是你可以再来上课 四个月之内 才寻回的课程 你听得更多了 所以就是礼拜一的课程 晚上七点到十点 你可以打电话来询问 或者赶快来报名 那报名或者是询问的电话 就是零七六二一四三八五 零七六二一四三八五 记得要赶紧卡电话 不清澈来问一下 是 快来报名 快来学习我们的妙法 我们知道原理法师 已经好几期的初级班 都已经结阅 现在上课程级班了 这些年来 你有这么多的学员 当学员的入门导师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基础很重要 所以想我请问一下 就是说 对学员他们来学习法师 希望盼望他们说 以后要怎么样来帮助自己 或者是希望他们 未来有什么样更好的发展 因为远前沙坡的世界 为何学习中华文化道统一阵风水 才能够知己胸 那么我们初级班 除了自己要有法师 或是班的导师帮助你以外 是 到正级班的话 更要接触老子世尊的 新法与妙法 这就是我们初级班 那人世间就是一个 入世间法 是 能够入世间法要圆满 达到新安的境界 是 然后你要用中华文化道统 一经风水百家思想 才能达到新安的境界 是 最后才能够出世间法 也就是慧廉大师所开示的 补体本无数明进入约台 本来无一户何处的尘埃 能够就近涅槃 是 然后新经里面所开示的 心无怪 无怪的故 无有恐怖远离与颠倒梦想 这是我们人生最后的真理 是 就是回到成圣成果的成圣的一个境界 是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痛苦 师父说 人哦 德西 很苦很苦 这个苦多如牛毛 但是呢 你如果懂得意经的哲理 你就知道 我们生活 它的品质的提升 我们的生活就会更顺遂了 所以今天非常地高兴 原理法师将我们报告的 就是要开课的时间 欢迎大家来接法 那如果说不清楚 我把电话报告一下 076214385 076214385 要记住 大家来学义经 也谢谢我们的原理法师 谢谢 感恩 谢谢 大家阿彬陀佛 祝福大家 赶快大家来学义经 大家学义经 我把社会变开店 我把社会变开店